而針對這四大公投案呢 環保團體今天是大動作的 前往臺比地檢署控告中選會 他們認為重啟核四公投的文件 有多項資料不實 恐怕會誤導民眾影響公投結果 環保團體還有核四所在地 新北共苗區的居民 來到地檢署案鈴申告 中選會涉選違反刑罰 告發對象是中選會 因為年底要登場的重啟核四公投 他們認為公告文件根本資料不實 這個不實資料會隨著公投公報 送到2300萬戶家裡面去 直接民主的這些優勢者 來欺負我們核四緊急應變計畫器 八公里內的居民 這個核四目前還沒有完工 但在這公投旅遊書裡面 都一副講的好像是一個 又新又好的電廠一樣 抗議中選會明知資料不實 卻不更正 供僚在地居民更擔憂 如果重啟核四公投案闖關成功 核四拼裝車將再度上路 核四同舉我反對 但安全上一定有很大的疑慮 那我們在地民眾都非常的擔心 距離12月18號的公投日 時間所剩不多 也怕狹帶著罷免案成功的氣勢 一舉通過重啟核四 在地居民的無奈與擔憂 異於言表 華視新聞 張志勤 黃昭聖 台北報導 台中市立委